作战行动的一个特点是灵活 只有出其不意才能取胜 而僵化的作战方式往往会招致失败 苏格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阿富汗战争中的失败 一定程度上就是如此 驻阿富汗顾问团的总指挥 加列耶夫大将对此就感同身受 晚年的加列耶夫 在阿富汗战争末期 加列耶夫大将被任命为驻阿顾问团总指挥 负责的工作是掩护协调俄国军队最后的撤军工作 以及帮助阿富汗方面训练新军 抵抗武装分子的进攻 但很快他就发现 他面对的最大敌人还不是神出鬼没的游击队 而是苏格军队内部的僵化风气 清阿军队 比如负责阿富汗地区作战的中亚军区 但加列耶夫的顾问团则属于苏格防部 你会说 这很容易啊 中亚军区也归国防不管 大家都是一个上级部门 好办事 一下就协调完毕了 但其实不然 比如 加列耶夫收到抗议 阿富汗有军的一个 担任要害地区保卫工作的警卫团 已经没有了口粮 要求俄国人向他们先提供 八十袋面粉就急 这个事情就反映了苏格军队与有军没有进行妥善的协调 按常理说 在国外打仗 讨好和当地的关系是最重要的 不然 两眼一抹黑还要挨黑枪 更何况 阿富汗方面的要求不过分 这帮你干活 口粮总要给吧 俄国军队在阿富汗损失惨重 加列耶夫飞速地行动了起来 但苏格的军用仓库不放粮 虽然你是大将 官职很高 但不是我的直属上级 我无法执行您的命令 再紧急也无法执行 请您给中亚军区司令部挂的电话吧 只要那边点头 马上拿卡车运过去 被丢弃的俄式装备 身为大将的加列耶夫 被这番话给咽住了 随即与中亚军区取得了联络 司令员对这位大将很是客气 但顺带一提 还是请您给国防部长打给电话吧 毕竟涉及到军事后勤运输 需要得到国防部的命令 脾气火爆的加列耶夫顿时火了 不过再怎么怒吼 对方还是老一套 最终 大将终于同国防部联络上了 国防部长门口答应 加列耶夫松了口气 还和随从感叹道 这么搞怎么打仗啊 这么点事情都浪费那么多时间 但等了一天 两手还没来 他又愤怒的一急急联络了上去 中亚军区司令说 接到了国防部长的电话命令 但要调粮食还需要等书面命令 白纸黑字的来 最终 这些粮食就没有下文乱 俄国兵 俄国人给不了粮食 那阿富汗人也不能饿住肚子 一不做二不休 阿富汗警卫团当即反水 先是袭击了当地的俄国人和仓库 然后投奔了山区中的游击队 类似的事情居然还发生在了俄国人身上 加列耶夫负责给负责撤军善后任务的苏俄军队的步兵营负责口粮 他们好像被上级单位遗忘了 应该到了的口粮没来 几十箱军用口粮的事情 大将士层层反应 层层拖延 这边让你向另外一个指挥部要命令 那边说 司令出去视察部队去了你等等 最终 又是要国防部长签字 加列耶夫无力的发现 自己身为一名大将 别说指挥部队了 就连粮食都调不动 涉骨的失望让他身心俱疲